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6月15号 南都记者从滴滴公司获悉 滴滴正式起诉性侵视频表演者 及涉黄直播平台新链直播 滴滴在声明中表示 根据警方调查结果 6月10号网传视频中 车某涛 告某其为夫妻关系 二人公开进行色情表演 目前已被警方抓获 经滴滴公司对比核查 车某涛 告某其两人并非滴滴司机 但二人及新链直播 以滴滴司机弥肩女乘客为噱头 吸引他人观看并牟利的行为 已经对滴滴和滴滴司机群体的名誉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滴滴表示 已向北京互联网法院 递交起诉材料 追究涉黄直播平台和直播制作者 表演参与者的法律责任 坚决以法律手段 维护滴滴和滴滴司机群体的名誉